政府凌晨宣布一系列社交距离措施 将会延长两个星期 并要求餐饮处所在4月底之前 遵守防疫专家建议有关缓气量 或安装空气净化设备的规定 根据新防疫规定 餐饮处所的缓气量 要提升到每个小时最少6次的水平 如果未能够做到 就应该安装合适的空气净化设备作为替代 设环署委任相关工作小组的成员 就顺利实施有关规定 向政府提出建议 至于今日介满的社交距离措施 包括4人限聚令 即使安装安心出行计维码 或登记食客资料 可以堂食到夜晚10点将会继续 酒吧 麻雀馆 卡拉OK等 要继续暂停警戒